暑假,是令人期待,令人向往的。 对孩子来说,暑假是最漫长的,也是最有意义的。 旅行可以最直观地让孩子看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从而知晓生命形态的多样性,和无雄可能性。 01,山东青岛 落日于灰中的老城老街,海雾弥漫中的山海间,风雨来临前的海岸线。 唯有来了这里,你才知道什么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去沙滩,欣赏海景,怕浪细水,再去青岛的老城街,探寻最诗意的老建筑,回忆隐藏在那里的鲜活故事。 路线盖揽 第18大官风景区,第二海水浴场,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情人吧。 第二,青岛天主教堂,中山路商业街大学路信浩山公园。 第三,阳口风景游览区,劳山太清宫。 02,湖北恩施。 百里绝壁,千丈瀑布,原始森林,远古村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路线盖揽 第一,恩施土司城,土家女儿城。 第二,恩施大峡谷,云龙地方七星寨景区。 第三,恩施青江风景旅游区。 这里有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湛蓝透明的天空下一片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上野花蒸颜豆艳,泰烂无边。 除了丰富的草原旅游资源,这里还有面积非常广阔的新安岭邻区,那里有浓郁的中俄,中蒙边境异域风情。 路线盖揽 第一,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国门景区满洲里探娃广场。 第二,呼伦湖墨尔格勒河。 零四,厦门古浪雨。 一针一换,一刚一柔,一世俗一超脱,一自然一文艺,这就是美丽的古浪雨。 来这里不需要带着太多的目的性,小岛最适合的就是随意转转, 看看老房子,吃吃真正本土特色的小吃,漫不幽静的小道,一切都是简单而自然。 路线盖揽 第一,南普陀寺厦门大学,中山路步行街。 第二集美学村下大白城沙滩湖里山炮台,环岛陆木栈道。 第三日光炎,古浪雨,梳妆花园浩月圆,厦门海底世界古浪雨风情博物馆三一堂。 第四,曾错岸。 05,贵州立波。 青山秀水和美食,生活节奏舒缓,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与闷热,营造出一个天然氧吧。 行走在立波的山水间,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布衣族古朴的山寨,水族奇特的民族文化,瑶族奇异的风俗,苗族精美的民族服饰,都都让人心持神往。 路线盖览 第1,黄果树瀑布,天星桥风景区,斗坡塘瀑布。 第2,千严谷镇,大溪孔景区。 第3,小溪孔景区,西江千家苗寨。 06,广西北海。 北海是个浪漫的城市,风光以你,气候宜人。 路线盖览。 第1,北部湾广场北海银滩旅游度假区,北海老街夜市。 第2,维州岛,鳄鱼山火山公园,维州圣唐天主教堂十罗口海滩。 第3,五彩滩。 07,辽宁大连。 百余里的狭长海岸线,造就了众多自然美景。 踏上大连的旅程,无论是在沿海地带走走停停, 还是在星海广场上,等待一抹斜阳滑落天际, 都是这座浪漫的滨海之都独有的无穷魅力。 路线盖览。 第1,金石滩黄金海岸生命奥秘馆蜡像馆奇幻艺术体验馆。 第2,盛亚海洋世界大连市森林动物园。 第3,东港三船,出海傍垂岛新海广场年辅山观景台滨海路。 08,新疆伊犁。 每年6至10月,唯伊犁的最佳旅行时间。 此时的伊犁风光秀丽,瓜果飘香。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可以尽情享用各类新鲜的石令瓜果。 路线盖览。 乌鲁木齐土鲁藩和静巴音锅棱或城, 伯勒、乌尔河、和穆卡纳斯、北屯富康、乌鲁木齐。 09,江西卢山。 卢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卢山以骑、雄、险、秀文明于世, 可以说一年四季皆是景。 每年夏季,万物葱龙,满山苍翠, 仿佛镶嵌在大地上的绿色翡翠, 卢山云雾妙却横生,宛若仙境。 路线盖览。 卢山花晋公园,卢山如秦湖锦绣古仙人洞乌龙潭黄龙潭三宝树如灵湖。 10,河北秦皇岛。 秦皇岛是山地地貌奇特多样, 飞铺流玄到处可见。 森林覆盖率高, 野生动物, 植物资源丰富。 更有长城等大量文物与古迹点缀其中。 青山和大海相应, 别墅与临海交融。 漫长曲折的海岸, 胎面平缓, 海水清澈。 来到这里, 可以尽情享受与大海亲密接触的乐趣。 路线盖览。 第一, 腰山海关老龙头碧罗塔, 海上酒吧公园。 第二, 海市花园, 帆船出海, 北戴河艺术村留庄夜市。 第三, 乐道海洋王国。 第四, 哥布窝未兰海岸, 猫的天空之城图书馆。 第五,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老虎石海滩。 因为旅行, 孩子会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从而更加独立自信。 陪伴, 是对孩子最好的爱。